大家好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是一位長期有在看頻道的一位朋友啊 他那天私訊我跟我說的 他希望呢,我把這個故事分享出來 然後讓大家 就是更多人知道 保險的重要,裝備的重要 還有行車紀錄器的重要 這位朋友呢,他是騎Honda的VFR800 那他在前陣子呢,跟他的後座出遊 然後呢,在路上啊 就是遭遇了一台從巷子裡面衝出的機車 然後從側面直接撞擊他的VFR800 雖然說他當時的速度並不快 大概只有40公里 可是呢,車子因為倒地滑行了一段路 所以車子的傷害其實還蠻多的 那車子在拖回本田做完整的檢修跟報價之後呢 最終的維修價格高達了39萬 也就是說基本上啊,那一車 這樣被一撞之後呢 損壞的地方 連供帶料 就是料件加工資呢 其實基本上已經接近他的二手架了 已經剛好接近他保車停險的上限了 不過呢,因為他還沒超過車停險的維修額度 所以這個維修啊,還是會執行的 那帶料時間大概要兩個多月 所以說,在這段時間呢 他除了一邊養傷之外啊 也是必須一邊帶料等待整台車的料件到達之後呢 才可以把車子做個修復的動作 到這邊啊,其實他就是很慶幸 當初他有買完整的車停險 因為在今天發生這個事故之後啊 對方其實傷得不輕 跟他發生事故的這一位對照呢 他其實是沒有戴安全帽的 他連刮皮都沒有戴 他沒有戴安全帽,直接從路邊衝出 車禍發生的當下呢 對方是直接撞擊到VFR800的煞車拉桿 造成對方的顏面穿刺傷 所以這個對方他除了就是身體上的擦傷之外呢 還有一個需要可能要整形外科來處理的顏面穿刺傷 那後面呢這個談判就是和解跟調解談判啊 我相信應該是一段漫長的路 但是這位朋友他就是很慶幸 還好他有保車停險 所以事情發生就是有保險可以幫忙理賠跟處理 那再來就是完整的事故經過啊 都被他車上的行車記錄器給拍下 所以他是有理的 他不會說兩方各自一派的說辭 然後對方說啊你騎得很快沒有浪之類的 他其實他的畫面啊 是可以完整的證明當時他的車速不快 然後在通過路口的時候遭遇這個 飛來橫貨啦 那我覺得啊這個事情不幸中的大幸就是 這位長期觀看頻道的朋友啊 他有穿好裝備 那他的後座呢又有穿好裝備 那再來就是他也有保好保險 那裝好行車記錄器 當今天這個事故發生之後啊 他的保險馬上發揮了效用 他車子拖回去 股價那保險公司馬上就接手來處理了 那再來就是 他的行車記錄器也發揮了功用 讓他可以跟警察說明清楚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最重要的 就是裝備 對方呢是一個沒有戴安全帽的駕駛 那事故發生當下 他的顏面直接撞擊到BFR800拉桿 造成顏面穿刺傷 而我們這位觀看頻道的朋友呢 他則是 穿了全套裝備還有全罩 那事發當下啊 他的第一撞擊點是在頭部 而且是在前額的部分 他的前額呢 直接去撞擊到地面 那還好他是戴全罩 所以說 他的安全帽 前額的部分啊 留下了一個很明顯的傷痕 甚至他的安全帽 碳纖維都已經裂開了 雖然這位朋友他很心疼 他的安全帽就這樣回了 但是其實這也必須要很慶幸 這點安全帽 他確實發揮了效用 他把所有的衝擊力道 都讓帽殼 讓EPS層給吸收緩衝掉了 那目前我們這位朋友啊 他其實有簡單輕微的 就是扭傷拉傷還有挫傷 他並沒有一個很大的外傷 所以說 這是一個不幸中的大幸 那今天呢 他把這個故事分享給我啊 也是希望 我再把這個事情轉達出來 原本他是希望 我可以把完整的影像啊 還有一些過程 全部都公佈出來 但是我覺得 這會嚴重影響到 他後續的談判跟處理 還有車禍的調節 所以說 今天這個事情啊 我願意用這種說故事的方式 說給大家聽 那希望啊 這位朋友他早日的 可以解決掉這個 很麻煩的車禍事故 然後呢 繼續騎著他的VFR 在路上奔馳 今天不能因為說 呃 你覺得你騎車很安全 你慢慢騎 就不會發生事故 或是說你覺得 你騎車很小心 就不會發生意外 這位朋友啊 他是長期有在觀看 頻道的觀眾 那他騎車也是RV派的 他今天也是在一個集體組 不到事實的狀態下 被對方給撞擊 發生事故的 只是你永遠無法預測 在撞擊發生的當下 你是怎樣被撞 你是怎樣飛出去 或是你要飛到哪個地方去 在事故發生的當下啊 往往不到一秒鐘 你就已經從被撞擊到落地了 那這位朋友他也是 被撞擊到落地 整個過程真的不到一秒 那他根本無法選擇 他是要用他頭、手、腳 哪個地方去捉地 最後他是直接頭部捉地 如果他今天沒有戴一個 保護性比較好的安全帽的話 他可能還會有連帶其他的傷害 那也很謝謝他 就是願意把這個故事分享給我們 把這影片拍出來呢 希望大家可以有個借鏡 就是保險、行車記錄器 還有裝備 這幾個東西呢 如果預算夠 可以的話 盡量把它補出來 他不能保你不受傷 或是保你全身而退 但是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 你一定只會更慘 不會更好 那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故事 也祝福這位朋友 他之後呢 可以順利解決這個事情 然後呢 快快把車修好來 那對方呢 也是 雖然說這個事情啊 對他 就是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也是希望他的對方早日康復 好啦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跟你們一起拍照 把你拍照 好了 我們下次見 還是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